好 主要给观众我们持续守候在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住家楼下 主要是要来观察他的夫人陈佩琪 在30号的晚间大概10点前就结束了在北柬的复训之后呢 是由民众党立委黄珊珊带他离开的 那离开之后呢到底前往到哪里 我们在柯文哲的住家楼下呢 在过去两个小时其实都没有注意到车辆从我后方的正门 来这边来下车 所以呢其实都没有什么人进出的 不过我们呢在稍早呢也收到了台湾民众呢 透过脸书发的声明哦 他们是说呢 陈佩琪医师以证人身份已经结束征讯返家休息 而且状况都良好 也要请支持者来安心哦 同时呢也恳求呢大家心念支持主席的同时 务必要维持稳定的生活 暂时不需要过度的激烈情绪下 展开任何非理性的行动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呢民众老师边呢也是极力安抚支持者的 这他们目前的一个状况哦 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陈佩琪会以金华城案的证人的身份被传唤呢 主要原因呢当然就是检调票非常关心 他作为一个证人 还有尤其是跟柯文哲关系最亲密的人 他对于这金华城的案子 他有知道的程度有到多少 因为其实过去柯文哲也常常公开的夸赞 陈佩琪的理财能力 而且包括像是存折还有印章呢 也都是由陈佩琪来包管哦 不过回到我们在现场 其实呢在过去两个小时 我们都没有看到陈佩琪 从这个家住家的正门来出现 然后其实在附近呢 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殡影警察 也在这里待命哦 但是呢我们知道 其实柯文哲在 23号的中午离开住家的时候呢 他的家的窗户都是有紧闭的哦 不过呢在晚间的时候也募集到呢 那住家的窗户还有灯呢 其实都是打开的哦 那那就是他的子女又或者是呢 陈佩琪用一个非常隐定的方式 安全地回到住家 又或者他今天到底有没有回家呢 这部分呢 恐怕呢外界也是取得来关心的 以上在现场可以找回这一种方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